大家好,記住今晚11點鐘專屬直播 記得要加入做會員參與今晚雙鴻會 拿到正選陣容再跟大家來個深入一點的預測 我們現在就說回兩場車路士的賽後評 包括是歐聯和英超 對手只不過是馬毛和英超鋼斑打蚊樂域字 雖然車路士這兩場賽事用傳統三中堅結構沒有變形 但都是能夠一共入11球球 歐聯入4球,英超入7球 兩場賽事一開始格局都像 一開始都要面對密集,但不要緊 不需要用到什麼組織去破密集 就這樣屈機就OK了 歐聯對馬毛明賣明賣搞定了 英超那裡樂域字就這樣軟射就搞定了 不過樂域字和馬毛的取態就有分別 馬毛落後之後還是會收縮多些 上半場起碼盡量收縮不讓車路士打快攻或反擊 是下半場馬毛才進攻被車路士打快攻反擊 所以馬毛上半場只落後兩球 相反,樂域字落後就開始進攻 所以樂域字上半場已經落後三球 最終樂域字輸到7球 較多收縮時間的馬毛就只需要輸4球 可能你會問,不是喔! 車路士對樂域字的時候看到有些入球 車路士不是打快攻或反擊 看到好像樂域字仍在收縮中,但都要輸的 為什麼呢? 那個答案就是,其實樂域字不是在收縮中 樂域字很多時候都還未猜到球上去進攻 就已經在後場猜到球斷籃 上下半場都各有一兩球是這樣 後場猜到球斷籃 被車路士立即進攻 所以後防線還未壓上去 樂域字的人還未攻上去 感覺上好像仍在收縮中 但其實呢 拆球斷了,被車路士立即攻 他們本來是打算進攻 突然間要轉手那一刻 他們是未準備就緒的防守區域 是未能夠或沒辦法構成密集的 未夠時間給他們構成的 所以在那一刻就很容易 為了小學雞防守這些問題 被車路士很容易入球 所以雖然樂域字的失球 不是說完整被車路士打快攻 或者反擊 但是樂域字打收縮 這個說法是不準確的 樂域字在這裡好像收縮 這件事是假象 另外,車路士打英超 當然是落力一點 落力過打歐聯 歐聯分組賽入多少球 其實都沒什麼用 入到淘汰賽就不算 但英超入到七球球 就很有用 你最終計英超排名的時候 入球到你要用的時候 就放行少了 當然,樂域字輸到第五球之後 危險動作 拿紅牌打少過都是因素 所以才會輸多個十二碼 還有輸了反擊 第七球下去 如果不是的話 如果不是紅牌的話 就可能未必輸這麼多吧 不過,即使樂域字收縮 其實能力都見到不算好的 也有無靈兩可的壓迫問題 我經常都說 無靈兩可的壓迫 是沒有用的防守方法 加上他們收縮的實力 又不是那麼好 有時候他們 又不夠時間去收縮 又不是密集 那樂域字的實力 看起來都很接近 必然降班 你連防守實力都不行 那你怎樣留在英超呢 那無靈兩可的壓迫 就令到他們輸第二球球 那就是前面又不壓 後防線又推了上去 那車路士就很輕易 猜過半場 盡快完結攻勢 你會見到奧道以半單刀那一下 那講了這麼久 車路士的對手 現在我們開始講 車路士的對手 車路士對諾域字的進攻火力 又真的猛烈過對馬毛那一場 雖然對馬毛那一場 有盧卡古 有天武雲娜 對諾域字的時候 他們兩個都受了傷 但是對諾域字的時候 進攻的組合反而更好 即是沒有盧卡古 沒有天武雲娜 擺出來的配搭 就更加好 為什麼又會這樣呢 因為對諾域字的時候 奧道爾做進攻點 而奧道爾拉左邊 那邊的意識就比天武雲娜好 而且對諾域字那一場 右邊wingback 是有速度的詹姆士 但是對馬毛那一場 右邊wingback 是欠缺速度的隊長 所以對諾域字的時候 是比較能夠用到邊線的速度 以及比較能夠用到球場的闊度 雖然我經常都說 詹姆士扮右邊進攻點的能力 一般 很多時候都扮到 而且他入到第三球的時候 其實並不是構成變形的4-2-3-1 詹姆士是後上插入 他不是正式的前面進攻點 而且當時都說了很多次 就是諾域字那些防守區域 根本未準備就緒 因為搜門員添古爾後場猜球失誤 導致諾域字的左後衛回不及來 變成小學雞防守 所以詹姆士不用變形做進攻點 也有機可乘 但是當然 詹姆士後上插入的速度 始終是快過隊長很多 這個就是入球因素 所以詹姆士能夠入到諾域字的第三球 詹姆士的進攻火力 總比隊長更好 變成這樣說 進攻的配搭 火力 就是對諾域字那場好過對馬毛那場 當然再配搭就是 Mason Mount做禁區頂主角更加好 Mason Mount的狀態起飛也幫到手 Mason Mount的影響力 開始有點像當年的林伯特 現在逢是看到沒有Mason Mount 這個車路次很明顯差了 所以雖然對諾域字的時候 沒有努卡古沒有天武雲娜 但是火力就是強了 當然 如果有這個努卡古在這裡 對諾域字 可能對著諾域字的時候 入到超過7球 甚至9球都有機會 可惜了 努卡古就是對著馬毛的時候 被人惡意侵犯 非常肉酸剪剪腳 傷軌了 現在其實還沒有確實的復出時間表 樂觀點這樣看 希望這些是硬傷 撞傷 兩三個禮拜就復出 但天武雲娜就沒辦法了 他自己拉傷的 可能會傷得久一點 所以我相信車路次球迷 都會覺得即使歐聯大炒馬毛四顆 其實都是吃虧了 傷了兩個前鋒 尤其是傷盧卡古 這裡我們就不如討論一下 盧卡古應不應該打歐聯那一場賽事 天武雲娜打歐聯那一場 尚算正常 所以他的受傷就沒辦法了 但盧卡古 是不是真的應該要打這場歐聯呢 是不是應該要休息 避免這一次的受傷慘劇呢 盧卡古國際比賽之後 其實有點累 回來打英超對賓福特那一場賽事 到下半場 杜曹見到他累 其實都將他退下火線 然後對馬毛 是不是應該要讓他繼續休息下去呢 如果讓他輪換休息了這一場 就有機會避免受傷的慘劇 歐聯這場只不過是對著組別最差的馬毛 似乎說到底 讓盧卡古對這場的賽事 休息了他 是比較合理的做法 那有沒有說幫杜曹辯護一下呢 其實都有的 可能杜曹會覺得對諾域治那一場更加容易吃 所以就打算對諾域治的時候才讓盧卡古休息 盧卡古之後就可以參與英格蘭聯賽杯16強 所以如果馬毛那場都被盧卡古休息了 盧卡古就會變得很少比賽時間 又會怕保持不住狀態 所以對馬毛的時候就出盧卡古正選 最多早點換走他 去到對著諾域治的時候就輪換休息打後備 去到英格蘭聯賽杯16強又打回正選 說到這樣的輪換手法似乎又說得通的 又有道理的 加上其實盧卡古也是硬被人剪刀 就不是累到受傷 都不是說杜曹有很大的責任 所以可以說不幸 我不責怪杜曹為何對馬毛那場用盧卡古 而且其實你現在盧卡古傷而已 但是你夏威迪斯取代打正前鋒的位置不頑 他今天對諾域治很巧妙擠起了球 入了一球 他的把握力其實就好過天武雲娜 當然他也要練習右腳的射門 但大家都知道他上一季歐聯冠軍是靠他入球 加上接下來車道士的賽程其實不算難打 聯賽杯對西蘭頓、英超對紐卡蘇 之後其實佩蓮石會復出 車路士變成了佩蓮石的進攻人數 就勉強捱倒了 所以這裏我不是很擔心的問題 但是我的車角有另一個問題令我比較擔心 這個問題是會問到底 車路士在這個情況下 是不是真的可以力壓曼城去拿回今季英超冠軍呢 這條問題將會留在Patreon片尾彩蛋答覆大家 希望大家喜歡這條影片都like一下 因為大家like多些的話 YouTube才會推送我的頻道 推送我的影片 那我頻道才會增長的 所以喜歡這條影片的話就給點like 多謝大家先 如果你都想對於何榮的堅持 去作出實質性的支持的話 你可以加入Patreon 其實港幣40元都不用就好幫到手 已經聽完所有YouTube可以聽的片 亦都有片尾彩蛋 還有獨家的Patreon節目 包括預測和其他的節目 當然就是沒有廣告的了 7元美金的話 就再加上每個月兩次的專屬直播 收到賽前的陣容 再有30分鐘的直播預測 9元美金就直接有精裝版的微觀昇華同步 那現在的微觀昇華同步就去到精裝版了 是會對比本周所有的賽事 去來一些更加清晰更加精闢的評論 是不會重複是蔡侯平當中講過的論點 是有更加多額外的更加深層次的分析 希望在Patreon見到大家 那如果你是沒有信用卡的話 不要緊要 你可以裝一個拍住上 即是Tap and Go的程式入手機裡面 或者八達通App入手機裡面 然後你就去便利店增值 就可以當信用卡這樣用 好啦,多謝大家了,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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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